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什么喜事吗 今天这么热闹 您是刚到摄卫城的吧 今天可是我们摄卫城的大日子 我王生了个女儿听说很漂亮 诸位爱卿 今天是我女儿的命名礼 恭喜国王陛下 公主殿下长得非常漂亮 公主殿下如此讨人喜欢 陛下可想好了名字 嗯 我的女儿如此漂亮 就叫做嘎西美女吧 摄卫城的嘎西美女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别骗我了 来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是 陛下 确实有这样的人呢 我去年在摄卫城见过他呢 秦为天人 当时他在给比丘们供养斋饭 给他几文钱 叫他走 陛下 陛下 确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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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 不改心还想去嘎西美女 呸 做梦 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二位国王 爸 爸 嗯 起来讲话 什么事 如此惊慌 三 三国国王带着大军 朝着我盛卫城拱来 无聊啊 哦 困死了 怎么了 过去看看 好 怎么了 你小子别装死 快去吹警戒号 我回城内 去向国王陛下请示 什么 这 这 这是天要往我蛇未成吗 陛下先静下心来 我们先听他说完 看是何原因 嗯 你说 三国国王是来迎娶嘎西美女的 除了战相和军队外 他们也带着珠宝 财物和眷属 可我只有一个女儿呀 当务之急是先找到公主 然后再做决定 快去 把嘎西美女找来 是 怎么还不来 还不来 快急死我了 嗯 哇 真美啊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这 这就是嘎西美女啊 父王 您找我 嘎西啊 是 之后 女儿就要去寻找世尊出家了 只要能让三国推命 其他的都已你 果然是美女 他 他是属于我的 嘿嘿嘿嘿 哎呀 什么是你的 我的 你们这些穷鬼 哪个能和我比呀 怎么 不服吗 嗯 嗯 哼 不服怎么了 难不成 你还想和我们二国为敌 哼 想不想为敌 得先问问我手里的刀了 这位国王 请先把您手里的刀收回去 既然美女这么说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国王 您掌握着强大的兵力 甚至有与其他二国一拼的实力 但那并不是我所向往的生活 对一个人来说 平安 比什么都重要 而您这些是不能给我的 您的富有 像多宝天子一样 但是这也不是我的追求 一个人死后 什么剩前的财富都带不走 哼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到底在追求什么生活 十六年前 世尊就预言了我的出生 并且说 要受我为弟子 我将礼拜释迦牟尼谷 出家学道 你能不能不出家 我会为了你改变一切的 不再打仗 不再 别费心思了 嘎嘻美女要拜世尊出家 这谁也改变不了 我可不信她会出家 我要跟着她 看她是不是真的出家 如若不适 哼 你来啦 啊 这是哪啊 我的手 加瑟福 这女孩是我的前世吗 原来我的前世也出家了 今生未得佛果 只能来世再休息 我来了 我和波舍波提长老 请你来为她提 是 是 是 嘎嘻美女 跟我回去吧 我会一心一意对你好的 我会一心一意对我 会一心一意对你 我会一心一意对我 我会一心一意对你 阿罗汉舞会 艾飞 感觉身体怎么样了 挺好的 你现在怀孕了 一定要注意身体 有什么要求 尽管和我说 我一定满足你 什么要求都可以吗 我想与人辩论 我感觉 我无论跟任何人 进行辩论 都一定会获胜的 啊 这 拜见国王王妃 婆罗门向士 您来得正好 我的王妃怀孕后 产生想与人辩论的念头 如果我把世上 所有辩论家都请来 跟王妃辩论 不知是否有意义 回国王化 这有必要 也有意义 若是辩论 王妃一定会获胜的 若不辩论 那么王妃很可能会残废 或生出六根不全的婴儿 哦 那好吧 国王 您答应我的请求了 我答应你 明天我就召集 各方的辩论家 举行辩论大会 太好了 谢谢您 国王 我的王妃实在太厉害了 每一场的辩论中 她都获证了 国王 国王 好消息 好消息啊 王妃她生了一个 相貌庄严的女孩 啊 真的 太好了 立刻在宫中 为她举行隆重的诞生仪式 是 不过国王殿下 您还没给她起名字呢 她是在我聚集众人 和王妃进行辩论后出生的 就叫她聚集女吧 好名字 国王 我现在就去准备 聚集女的诞生仪式 谢谢 уж 他们 网站 那么 我们 和 父王 父王您在看什么 时间过得真快啊 你已经长这么大了 女儿将来你希望自己 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呢 女儿不需求世间的美貌与财富 只求变财能够胜过我的人 父王就可以将女儿举配给他 嗯 好 我立刻通告全国 举办辩论擂台赛 为你招选驸马 告示上写的什么呀 国王要举办辩论擂台赛 为聚集女招选驸马 辩论擂台赛 哼 我想我会赢的 这人是谁啊 这么自信 哎呀 我知道他是谁 他是印度南方一位 很有名的 叫日务的辩论大师 王宫里有什么喜事吗 我听说日务大师 在辩论擂台赛中取胜了 他要去聚集女为妻 是什么事情 让你如此烦恼呢 我是为我们的儿子 嘎达亚纳尔烦恼 我们的儿子 精同十八名等世间学问 而且变才无碍 怎么会让你烦恼呢 哎 正因为他年纪轻轻 变才已经很厉害 所以他自认为自己的变才 在整个南瞻部州 也是无与伦比的 因此渐渐变得骄傲自大 悟空一切 这样下去可怎么好啊 你们说我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变才的人 王子不要太骄傲 据说在印度中部有位西达多太子 这位太子降生时 婆罗门相使就欲言 这位太子 若是在家 则为转轮胜 若是出家 则将成就如来正等学的巩位 后来西达多太子 舍离王位出家学到 已经正得无上普遍 他相好庄严 功德圆满 相比之下 您还不及他的十万 百万 千百万分之一呢 你若见到他 内心的骄傲 定会丧失他 西达多太子 西达多太子 父母 孩儿希望能在释迦佛座下出家 希望你们允许 孩子 不要着急 等我们把家中内外事情安排妥当 我们也随你一起出家 世尊 嘎达亚那 以什么样的姻缘 得以相貌庄严 财富圆满 又具足便财呢 又以什么样的姻缘 能在佛陀的教法下 全家出家 皆获证罗汉果位呢 希望佛陀为我们宣说 早在贤劫人寿两万岁时 仁天导师如来正等觉加瑟佛注释的时候 印度路野院有一位婆罗门的儿子 他对加瑟佛深具信心 请求父母 请求父母让他出家学府 最初他的父母不答应 说 我们只有你一个孩子 你出家了 父母以后怎么办呢 但经不起儿子的一再感求 最后还是同意他出家 这个孩子在加瑟佛前出家后 将加瑟佛的指甲 毛发的供在塔中 也经常对僧众做广大的供养 并对他们恭敬领 后来他发愿 以今生恭敬供养的功德 愿我以后生生世世 财富圆满 相貌庄严 十六岁时精通一切学问 具足所向无敌的变才 并且我的父母 也具备这种雄变才能 将来一同在释迦佛的教法下出家 破除三界烦恼 共振阿罗汉果位 他的父母听到他发的愿后 也同时发愿 愿我们在未来世 一同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 出家正果 愿未来世 仍能成为他的父母 也具足雄变的才能 比丘们 加瑟活时代的那位比丘 就是现在的嘎达亚纳 而当时的父母 就是现在的嘎达亚纳的父母 众生的愿力 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他们的愿力 已经成熟了 而加瑟佛与释迦佛的功德力 与神通力等同 没有差别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会在门口点一枝香 这一枝香 点在上面 供养一皇大帝诸神 点在下面的 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 所以希望各位把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 继续努力做下去 每天晚上 至少点一枝香 放在树下门口 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你愿意再点一盏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 那更是庄严 你愿意布施一杯水 又放在旁边 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 你会发觉 你生命改变了 你心灵改变了 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愿各位经常慈悲因共 慈悲失实 阿弥陀佛 不往事不提醒 大家好,我是苏嘉宾医师 居家隔离与居家检疫的对象不同 接触过确诊个案的民众会进行居家隔离 所有从国外入境者都需要居家检疫 民众于居家隔离与检疫期间都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1. 游在家中或住宿地点,不可外出 也不能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2. 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状况 3. 建议有独立空间,避免与他人近距离互动 4. 隔离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避免触碰眼口鼻 若有共用设备,需每日以漂白水消毒3次 最后再次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跑跑照 一旦乱跑,我单会收到告警简讯 最高还会被罚款100万元哦 放生牛,夺死结 这是现代艺学大师,邵老师所讲的一起真实故事 前几年,有位山东商人 经过邵老师的精湛预测和对其佛学思想的开导 感悟深刻 便许下了做一千件好事的心愿 邵老师,您说的实在太有道理了 我现在就许下,我现在就许下做一千件好事的心愿 于是,他大量印刷了三世因果文和戒杀放生文 赠送他人 又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做了许多善事 而这两年来,他更因此家庭美满,事业兴旺 有一次,这位山东商人的一位司机路过某个村庄 恰好看见一间屠宰场正在宰牛 有十几头已经很老的牛被捆绑着 托夫正要宰杀其中一头 而其他所有的牛只都泪眼汪汪地望着 你们别叫了 等一下就让你们一支支地归西的 闷爹,请先别杀他们 你是谁啊 老兄,你看看他们多可怜,别杀他们了 不杀他们,那要他们做什么呢 当宠物养啊,你要是有钱就买下来养着吧 唉,你先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我想我们老板会买下这些牛的 你们老板怎么会买下这些牛来养呢 你还是别白费心机了 司机于是打电话给这位商人 向他说明眼前发生的事 商人听后,当下就立刻决定 请司机先拜托屠夫不要杀牛 他马上赶来现场 是,是,我明白了 怎么样,你们老板不会做这亏本的生意吧 师傅,您先别忙着杀他们 我老板一下子就过来了 他会买下这些牛的 啊,你不是开玩笑吧 过了十几分钟后 老板赶到了现场 这时候奇迹出现了 屠宰场里那十几头牛全部抬起头来 并不断提起前提 摇摆着身子 似乎知道他们的救星来了 老板,您来了 你别杀他们了 这些牛我全买下了 啊,你真要买下这些老牛 你要这些老牛有什么用啊 这些牛对我来说的确没有用 但他们的命也是命 你看他们面对屠刀时 是那么的绝望,痛苦 我实在不忍心看到这些老牛被杀害 所以决定把他们全部买下来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些老牛呢 我会付一些钱给这些牛原来的主人 让他们好好善待这些牛 即使这些牛老死了 也不可再宰上 啊,这样啊 这位善心的老板 以每投三千元的价格 向屠夫买下这些老牛 又以每投三千元的价格 付款给这些牛原来的主人 拜托他们必须好好善待老牛 即使他们老死了 也不可再宰上 嗯,好的 我们会好好养着的 这个老板真有善心啊 之后,这件事不久便在该村传开 人们都对老牛通人性感到神奇 并为老板的善心和救护生命的善行感到无比钦佩 听说有位老板 帮你准备宰杀的老牛全给买下来了 是啊,他还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养着这些牛呢 这位老板可真是个好人啊 是啊,为了货生 他花了一大笔钱 买下那些要被宰杀的牛 还花钱让你们养着 听说这些牛很通人性 据说他们将被宰杀时都还流着泪 而在这位老板到来后 他们却像是看到救星一般 对呀,这件事真的很神奇 我想那位善心的老板 做了这么大的善事 一定会得到福报的 在这次重大的车祸中 有死有伤 唯独那位老板逃过一劫 仅仅擦破皮而已 这就是多做善事 所得到的善保 行善事 得善果 只要懂得因果不虚 才知道人生 吉凶祸福的缘由 也才能掌握命运 改造命运